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伦资讯 人家伦主演的民国剧《线偶》 古装剧均创佳季 在影视剧领域 作品的热度与影响力往往通过多种指标来衡量 其中播放量 微博热搜数量以及上兴卫视的表现尤为关键 近年来 民国剧 现代偶像剧以及古装剧作为三大热门题材 各自涌现出了一批备受瞩目的佳作 然而 在这三大领域中 有一位演员的表现尤为抢眼 他就是任嘉伦 自2020年至今 民国剧市场虽然佳作频出 但真正能够突破4000万播放量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仅有五部作品达到了这一高度 令人瞩目的是 任嘉伦一人便占据了其中的两部 成为了唯一一位拥有两部破4000万民国剧的演员 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他在民国剧领域的深厚功底 也体现了观众对他演技的高度认可 其中 秋缠作为一部纯蝶战剧 以其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尽管该剧在微博热搜上的表现并不突出 仅有13个热搜 但其在两个平台以及酷云上的双年纪表现却十分亮眼 足以证明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而另一部由仁加伦主演的民国剧情军 则凭借307个微博热搜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该领域的地位 在现代偶像剧方面 自2018年以来 能够突破一级播放量的作品同样趋值可数 仅有四部作品达到了这一成就 而在这四部作品中 任加伦主演的原生剧《一生一世》便占据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 该剧在全网热搜排名中并未进入前二十 但其凭借扎实的剧情和演员们的出色表现 依然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并成功夺得了上兴卫视年贯的殊荣 这无疑是对该剧品质的最好证明 此外 在古装剧领域 任加伦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 他主演的小成本网剧锦衣之下 虽然起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但凭借全剧61个热搜的强劲势头 最终成功突破了一级播放量的大观 这一成绩不仅证明了该剧的精良制作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 也再次彰显了任加伦在古装剧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 任加伦在民国剧 现代偶像剧以及古装剧三大领域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的演技和作品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也为他赢得了全能演员的美誉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任加伦将继续以更加出色的表现和更加精彩的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任加伦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